Hello,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的究極路寶石4 今次回來要打雷道館 在這裡打雷道館之前都想說一說 就是我都有練過LV和捉了新寵 但是暫時用的 捉了一隻龍龍岩 但我發現好像沒有這個堅硬的特性 所以就隨便用了一個特性 性格加密攻減速都還可以 最重要還是要先過雷道館 而這隻岩石我預計稍後會換另一隻 因為岩石或地面 在打一些厲害的角色的時候 我覺得岩石是必定要留一隻 岩石地面隨便一個屬性都要留一隻 這裡就是那隻鋼的老鼠 托哥德馬爾 用重疊 他不知為何用雷技打我 然後賭這隻草藝的鎖帽就鑽奇爾花打 我學了一招寫生狀 可以用寫生狀 嘩鬼火 這裡其實我們也可以用飛爾快刀 或者寫生狀 十萬目特 OK 這裡用網黑鷹的電光石火 搞定了 電燼電 鎖帽子用電光石火 好在做到 這隻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直接用 因為他會用雷技 所以我們用龍龍岩 然後用重疊 噴射火焰 看得出他毫無技 沒什麼技能 但不知為何打我好痛 一定 還是要輸 看來有機會 這裡有近身拳擊 希望 應該死了 雷屬性打下來 還沒死 輸了 沒辦法 如果不是黑仔的話 應該都可以贏 可惜 T不是站在這邊 幸運女神不是在我那邊 在他那邊 沒辦法 好 照剛才打法 換技花 用這隻 就是寫生狀 復特替換 而這裡用飛爾快刀 再來一次 好 塗毛寫生狀 搞定 之後這隻 我們就用寫生狀 快速快速 沒辦法 好 先用龍龍岩 一來就用重疊 基本上贏了 因為重疊了 一下減我速 他近身絕跡就死了 OK 贏了 那就電力輝將 瘋狂伏特的技能 雖然對我來說 瘋狂伏特沒什麼特別作用 但都... 遲些可能有雷寵 遲些可能有雷寵 也未定 或者沒有 因為雷寵其實都... 都算是可有可無 但在某些情況下 雷是幾有用 例如打水系 或是水飛的 鯉魚龍 類技都有用 這裡就先學個瑞癌 給龍癌 不要激落 激落其實我覺得沒什麼需要 是本身打算學這個隱形癌 但我認識隱形癌 不知道怎麼學 不知道怎麼學 不知道他是多少 看看... 看看Pokemon的遺跡 他就說應該學到 十多已經有了 但可能是舊白怪 他那些隱形癌 丟在一些學習技能的人 所以就沒得學了 所以就沒得學了 而這裡我們不要用龍龍牙招 無可嬰 無可嬰基本上已經變了半主力 半主力 還有這裡有奇異花 打片片無敵手 好 長臂岩 這裡也是廟主角 如果有些厲害的角色 他有一些雷 或者是岩石蟹 那也挺麻煩的 因為對我的無可嬰 都很大傷害 咦 這隻有暴龍 哎呀 還要用焰反 這隻我們用近身拳擊 好 搞定 之後就過這個火洞 好 毒氣軟 一出來就要打架了 還有暴龍 好 好 好 拿一些果實 基本上這裡也是廟主角 也是廟主角 因為他應該不是預理一隻打天下 咦 螺旋扣 螺旋扣 螺旋扣有沒有用 其實也有 如果那隻龍龍岩用到尾 其實也有用 這個近拳擊 這樣也不死 奇異花 奇異花補上 看一看歷史 也是 奇異花刀 也是 阿拉格歐 咦 這裡又要打 不要緊 這裡用 推 推 噢 我這隻雜技很厲害 幸好我都不惹小 他用雜技打我 我只是龍龍咬不到 差點打死我 好 這個婆婆 照舊 基本上每次玩都一定在這裡回血 好 然後過去 電光石火 照舊電光石火 咦 有了隱形岩 終於 隱形岩就必須 這裡不要什麼技好 這裡不要自爆 大自爆先再用 大自爆先學 他有沒有大自爆 我忘記了 因為大自爆和普通爆炸都差50的輸出 遲些如果真的有的話 就忘記一招技能 忘記了一招碎岩去 因為都是緊急臨時學 這裡又要打 咦 頂子要打 不要緊 這裡用... 頂子 用石火打一隻 然後滾動打一隻 噢 好啊 搞定了 這個是不是要打的 好像 挑戰我的訓練家 在中心等了很久 就是剛才打了 咦 這裡用 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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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焰光 噢 第一感都死了 吃招了 屬性空 催眠他先 這裡用 飛牌刀 咦 左掛核 暗黑爆破 寄生 哎呀 危機啊 吹 噢 好好運啊 再吹 咦 這麼多打不死 糟糕了 我怕我會輸 嘩 差點死 差點死 幸好最後都贏到 這個有點難打 好 但是我已經一早用了一些 變化的技能 例如隱形鴨 就是 重疊 其實重疊 你不要看好像很差 分分鐘比地震 他那個 減速的能力 減速的效果 分分鐘比地震 真的 因為地震100攻 如果地震殺死 當然好 但如果地震殺不死的話 對方有機會反殺你 而你用重疊 你可以知道未必打得死 但你下彎一定比他快 這個就是重疊的優點 你問我地震好一點還是重疊好一點 我會看回你的重是屬於 比較上偏 偏門用哪些技能 譬如你那隻是地重輸出超高的 我建議用地震 如果你不是的話 其實用重疊也可以 譬如巨金掛你用地震其實沒什麼意思 他有堅硬的 他有堅硬的 為什麼我之前撞這麼久都沒有 因為我之前在洞裡 一拳打下去 然後全部都死了 是不是那些難撞的特性 其實這隻小玄石也挺厲害的 老實說 一隻是堅硬一隻不是 好了 就如剛才所說 剛才說到巨金怪 巨金怪用地震還是重疊呢 我個人認為巨金怪用重疊 而什麼重用地震呢 這個聶亞綠莎那些用地震 我會覺得 除非你的聶亞綠莎本身不是用來打 物打輸出 否則的話都很少會用重疊 多數都是地震 好 現在我要去火山 要去火山 又是PP提升制 PP提升制是否算藥 很麻煩 在街上撿到PP之後 他又 撿到PP之後 他又叫我拿走那個道具 但明明我都不想撿 但就在街上看到精靈後 就想禁了他 強迫剩發了 所以他消失 龍龍岩又來了 好 看情況我再需要不需要換 可能我直接換另一隻 未必會用龍龍岩 雖然龍龍岩其實很厲害 可能會用石軟之 但石軟之是沙布 沙布 好,我們先消失一下 照久打單打,不用問了 預計應該可以一踢過 火鳥 火神蟲 火神蟲猛撞 火神蟲猛撞 未進化火神蟲真的很差 這隻 人生拳撞 打你不死 猛光 嚇壞了 不是吧,這麼快要我死 不也是 塞大地之力 不是吧,不是夠厲害 不過他用了加血 沒有辦法 既種 光 travaulan也有用 至少不要台灣 只有他一個小籠 只剩下一隻 我可以打到去BOSS那裡,靠著奇異花 只要屈技種和飛躍快基本上都可以了 下了技生種子的奇異花根本無敵 再加上淨飯那些,你不用再打入奇異花 好,搞定了,我們現在就死下去 我相信我應該死下去,不會立即贏到 他有火衝還是飛人蟲 王蟹一來就放陽光 三下都不中,第三下終於中了 火拳,立即死了 好,這次才是真正的挑戰 剛才死了不公平 來了 到了到了到了 他一開始就已經是那隻 那隻的鴨嘴火龍 我們就用龍龍岩,然後重踏他 先重踏一下,然後再放岩釘 這裡重踏一下 不頂啊 喂,不太行,我的劇本有問題 現在不能重踏,還要打自己 重踏一下,第一下一定要中 如果不中就很麻煩 為什麼啊 大晨天,轉了 這裡就放隱形癌 對呀,減速是他快一點 很熟 但都放到隱形癌 噴煙 先,這裡用 沒有黑鷹的近身拳擊 近身拳擊 唉,打不死 快點 哇,他又吃藥了 你不是跟我說笑嗎 這樣你都要吃藥 果然沒有在道館外面,你真是好狗 哇,這隻不夠打 好可怕 重踏一下 重踏一下 重踏一下,好嗎 重踏到這裡,再重踏一件 重踏一件 好可怕 接著,隱形癌 吃藥,再重踏 他重... 他吃藥的原因是因為要保住那個噴煙的威力 厭犯 低能一來已經中了 中了消傷 哇,這隻好狗 我一定要捉一隻水蟲 都不是...岩石蟲是打得贏 但龍龍岩就差一點 這裡用蟲 滾動也不行 技之光,打他 好可怕 如果他全中了,其實可能會打到鴨嘴科龍一半 試多最後兩次 這裡全中了 麻煩 打他 打他 好,再一下 燒傷 按到燒傷嗎 已經吃藥了 基本上已經很痛了 奇之光,再打他 很痛 這一下 打不中了 打不中了 剛剛打不中了 如果我想試一下可不可以用這個滾動推死他 但要全部都中了 混亂的情況 好 試多兩次 好了,又收工 最後一次 這隻好煩 一來就把所有東西投資進去 鴨嘴科龍 又回血又行 這裡之後用重彈 再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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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下他打死我 接著我們用近團擊 其實沒燒傷 這裡 都不能走 但其實可以走 因為 奇異花在這一關應該沒什麼作用 好 走一走 劈開 吹 中阿吹 吹他 中到了 然後記著 再換武昆英 因為他是物工來的 所以我們換走武昆英是正確的 再贏吧 還有什麼 嘩,這隻 這隻他一來應該馬上噴火 我們不要用近身拳擊 我們先用現犯 命中要害 憤怒愈毀? 不是吧 苛賤 這裡走一走 但他一定出火擊 這裡直接近身拳擊 看看能不能打贏他 差點 猛撞 撞死了自己 什麼 我竟然會打敗 嘩,這隻很難打 其實這隻也有點難打 但幸好 他猛猛了一下 推死了我 而我又剛好爆擊他 將他的憤怒愈毀 推到最高的能力 即攻擊力 剛剛去到六級 嘩,剛才為什麼打不死他 不是 你跟我說 我連這隻也打不死 奇異花 我們可以直接去到城市 這裡我們先 skip 有點不打 中間有個Mega射 但不要緊 都不知道是不是會Mega射 好,骨炎 搞定了 好,又來到這個 虎厭陣 咦 這個好像是拿精靈 不知道拿什麼精靈 哦,刺耳比超 刺耳比超 沒有變化 OK 好,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繼續 我們的旅程 不知道是不是卡關之旅 黑路加石 好,下集再見 拜拜 喜歡的記得按LIKE 我們下次再見 還有訂閱 拜拜